特选新闻印度正妹笑容填翻橄榄绿大眼狂心香迷 赞报香港歌手许志安偷心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李唯唯语 洪晓琳作为女人三十宣传笑说 这事件影响不到她们对 感情的憧憬 对感情仍有渴望 洪晓琳认为爱情是人生的 热滑稽 绝不能缺少 不过谈到如果男人偷吃她可会原谅 洪晓琳认为自己感情上有洁癖 要是在以前绝对无法接 受出鬼二字 但现在则认为任何事情没有绝对 虽不 认同但还是要看看两人感情有多深 再去考虑是不是要斩断 这段感情 李唯唯也笑说自己最没有防备心 如果是自己 最好的闺蜜则完全无法防备 三立八点滑聚将从18日 其 每周一至五推出曾缔造高收视与话题的女人三十 该剧由韦里唯唯 洪晓琳 小薰 唐宇哲 达尔 恩邱凯伟 张翰等人主演 探讨女人在三十岁时所会面临 的事业 家庭 感情等问题 三个女人有三种不同个性语 心境 在当时是祭拜全女王之后 再度掀起首女话题 本戏剧 17日李唯唯与洪晓琳 在茶序中聊三十岁时的 自己 李唯唯笑说当时是在慌乱中度过 洪晓琳则是忙碌 完全没有好好去体验人生的黄金年纪 而谈到当时的拍 射 李唯唯光想到在澳门时景拍摄 从十层楼高调钢丝的 惊险画面 至今仍让她余悸有存 李唯唯笑说当时不只是 倒 还有被倒掉 让原本就有句高症的她在拍时腿都发软 由于钢丝掉太久 连教练都不忍心 其实之后拍摄其他 高空弹跳的剧情都仍会被喝到 她们两笑说以目前两人的成熟度 如果可以拍女人四十 一定会更有顺服力 看头皮肤一身有黑的洪晓琳 目前生活过得很悠闲 如没有工作 她的重心都在健身 潜水和重训 在现场还不忘 秀她紧实的肌肉 她笑说其实一开始自己只想运动 后来发现运动对身材修饰线条很棒 所以又更加拼命 现在指要不工作 洪晓琳几乎每天都到健身房报道 她说如我不持续运动 吸耐力一退步又要重来 那会花更多时间 而且她很得意的说出自己体质只有十九 让李维维在一旁露出羡慕的眼神 但让人意外的目前洪晓琳体重尽有 五十七公斤 她笑说自己目标可是六十公斤 而为了保持身 才 李维维最近又在重回瑜伽的怀抱 唯一心得就是要持 去 因为重来真的很辛苦 身为首女的李维维与洪晓琳 目前感情都挂临 洪晓琳更结束了一段长达八年的感情 她表示在感情上不论男女都要有共同的认知 要想清楚比 此事不适合 像她与之前男友在个性上有差异 最后虽已 分手收场 但总比走近婚姻离婚好 洪晓琳说 一般在 感情上大家都没勇气提分手 但这都是在浪费消耗两人的 时间 李维维也认为好聚好散很重要 之前她也曾有交 往十年的男友 虽然大家分手 但至今仍不时与男方家人 联系 洪晓琳初恋也曾遭遇男友劈腿 她透露当时是偷 看到暧昧简讯 对方虽不认偷心 但第一次谈恋爱的她被 客道 她决定会见斩情思 但也感谢当时的男友让她更加 成长 了解如何谈感情 李维维 左宇红晓琳为女人 三十座宣传图 三例提供李维为 左宇红晓琳为 女人三十座宣传图 三例提供李维为 左宇红晓琳 为女人三十座宣传图 三例提供 红晓琳李维为 唐宇哲 mes 你 咖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